中文字幕 李宗盛 裡面有衛星導航 一查就查到 其實那輛車首先由自己的家出發 然後去了辦公室 然後去了上田尾遊記的家 那輛車很奇怪 在導航系統就看到 那輛車在上田尾遊記的家 進進出出了好幾次 那輛車在他家裡進進出出 對 不知怎樣 總之那輛線很可能 然後到最後那輛車 就停在摩尼村10公里以外的地方 就停下了 就沒有再移動 那大家想吧 究竟這個開車的呢? 很可疑 很可疑 那既然這麼可疑 不要只聽聲音了 再看圖像 我們先看袁山秀樹 是一個怎樣的阿叔 袁山秀樹 你看到36歲 強盜殺人容易 剛才就會問 阿波又說35歲 為什麼36歲 大佬這件事 他審的時候 跨越了一年 他就36歲 這個 看看年紀 57歲的阿叔 他就是袁山秀樹 剛才阿邦都說了一點 他那輛車的路線 是非常可疑的 好 我們看看他的汽車路線圖 逐步去解釋 首先左邊的行字 是袁山 這個袁山先生的移動路線 就是怎樣呢? 首先是1 袁山秀樹的自己家 2 就是袁山秀樹的事務所 3 就是上田容疑者 上田尾遊紀 這個疑犯所住的家 你看到 去到那個地方 3 然後就繞回去 4 4 就是遺體發現場所 就是現場 魔尼村就是隔離 剛才阿邦都說了 隔了多少公里 10公里 隔了一間魔尼寺 沒有什麼關係 地名 再看看一張屍體的發現地點 X 就是袁山秀樹 遺體發現現場 先看上圖 就是鳥取院的鳥取士 再看下圖 你就會看到 沙丘 就是剛才 最初第一張照片 那個沙漠 就是那個沙丘 然後 魔尼村 就在下面 但是 他看到那個位置 離那個沙丘 都不太遠 另外還有下一張 就是魔尼村的圖片 到底魔尼村是淺到什麼地步 其實他真的只有20cm 那麼淺 阿邦 你肉眼也看到 淺到這樣 照計 一個男人 除非你真的喝醉 還要臉 摘到水 才有可能浸 但是 剛才 他明明去收錢 照他追債那個人 就很可疑 看到這裡 我講過 準備了很多張 你不想看 都要看的 上田尾遊記的照片 看上田尾遊記 哇 那棚牙 其實是否找Gmimi 賣廣告那間 有得搞的 是否假的 這棚牙質 好像咬了過 那些 牙托 做戲那些咬了一排 那些 這麼奇怪 比祖兒厲害 你小心說話 我幫我和你不太熟 一會兒我們完結節目 你各自走 看下一張 我們 好 這位 然後問 為何會變得38歲 不用我解釋 審得兩年 這家東西 年歲總會累積 阿邦你覺得 這個重口味 令上次木倒街苗重口味 那他可能重口味一點 他好像整容整衰了 我覺得他沒有弄過才弄成這樣 說回衛星導航的問題 看回年份 因為它是2009年 大家都知道近年已經普及了 所以才有 N年前 我想超過10年前 就未必一定那部車有 因為當時裝一套要 我覺得是要超過20萬日圓 即是一萬多港幣 你買一部在日本買二手車 可能是幾萬元 你不會裝這些東西 現在就普及到幾萬日圓 甚至你用一個APP 即是日本有些APP 也有可以 衛星導航 所以 大家都說 有衛星導航 無所遁形 一定有些不對勁 去過的地方 去過上田尾又幾家 陪我